大師姐, 天爐的門口多了這麼多守衛 豁不是分君怕我能破案 所以派人守住天爐 當我沒法子看見迎春嗎? 那個分君這麼奸狡 若這麼難倒我, 我還是忠無厭 兩位大爺, 我想進去天爐裡見過犯人 上頭有名, 任何人等, 比得上頭許可 一律不得進入天爐 還等人家特意弄了糕點來 如今進不去天爐, 糕點就很浪費 反正小女子也進不去天爐裡 糕點就當是我效敬幾位大爺 那什麼意思? 你們工作這麼辛苦, 應該的 吃吧… 吃吧… 那不客氣了 來, 我拿了粥給你吃 怎麼了?吃不下嗎? 都快要殺頭, 還吃來幹什麼? 怎麼會呢? 你忘了, 我答應過你 我一定會幫你平反的 你幫不了我, 任由我吧 盈春, 其實大王已經答應了 讓我繼續追查下去 只要我找到證據 就一定可以幫你回案了 我真的不明白, 你為什麼要幫我 因為我受過你的一犯之恩 就是因為那碗飯? 我個人沒什麼好, 就是有恩必報 更何況我都不相信你會是殺人兇手 你真的相信我嗎?沒有殺到人嗎? 我當然相信 所以你更加要告訴我 整件事的經過到底是怎樣的 整件事的經過 是否有此理, 自己欣奸不遂, 錯手殺人 還要冤枉好人, 屈打成招 這就是王法的 大師姐, 既然你知道田歡只是殺人兇手 你打算怎樣? 既然我們知道盈春是被冤枉的 我們當然不可以見死不救 那就對了 就把田歡抓回來以牙還牙 不認, 打到認 如果是這麼容易, 我就不用這麼頭痛 我們之前才說人家屈打成招 現在又反過來自己這樣做, 怎麼行? 更何況, 我們現在一點確鑿的證據都沒有 什麼沒有?我們有下是盈春做證人 命案發生的時候 梁倉裡面除了死了的廚梁之外 只有盈春和田歡兩個人 一口同鼻咬吧 我們就說相信盈春說田歡是殺人兇手 那人家一樣可以相信田歡說 盈春才是真兇的 那倒是 那倒是糟糕 你還答應了那個齊王 三天之內查出真相 要不然離開皇宮不做娘娘怎麼辦 我也沒想過真正要做娘娘 現在最重要是想辦法如何救盈春 怎麼救呢?除非她的廚梁翻生 告訴大家誰, 我殺了她 不, 這次全靠你 盈春終於可以死女逃生了 扶姬?你說真的嗎? 回大王, 無嫌見多方追查之下 發現宮女夏盈春 和父郎忠令田歡各執一辭 始終無法證實 夏盈春是殺人真兇 無嫌逼於無奈 唯有利用扶姬之術 到陰間請受害者微良出來 向大家解釋清楚這件事的始末 鍾無嫌 你不是真的相信世間竟有扶姬之術 真的能夠和死者相通嗎? 正所謂世事無奇不有 若然不是 大王在下亦無須設立太保一職 稟大王, 扶姬之術由來已久 微臣亦有所聞 大王, 未知各位卿家意下如何 回大王, 若然扶姬之術 真是可以查出事情的真相 微臣覺得一事無妨 回大王, 如此難得一見之事 微臣也很想作個見證 想我填齊堂堂大哥 查案一事, 竟然求諸扶姬之術 一旦全陽開去, 只怕惹人笑話 幻望大王三思 總無嫌, 你聽到了 未知大王反對無嫌利用扶姬之術 是因為大王怕惹人笑話 還是大王怕無嫌成功破案 令大王輸了就打倒呢? 混帳, 寡人飽毒師輸 從來不會寫個驚字 你要扶姬, 你扶飽 寡人看你扶什麼出來 謝大王 教會 什麼… 鬼 大王 被寫死 和此事 從此事 被囃柄 射交 被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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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這麼久, 不知道你寫了什麼 什麼… 錯, 是大王看不明白 微量寫了什麼? 依照無怨姑娘所言 就是說剛才上無謂姑娘的 並不是基神, 而是死者微量的鬼魂 正確來說, 是微量的鬼魂 經過基神來了這裡 之後取出兇手的線索 寫了就忘記了 難道這幾個字就是兇手的名字? 什麼?那這幾個是什麼字? 可能是微量讀得輸少 寫字比較鳥草 所以大家一時看不明白 讓無厭替大家寫清楚吧 窗外有人? 這個窗裡就是當日微量被殺的位置 而微量留下窗外有人四個字 就是說當時微量被殺的時候 有人剛好在窗口經過 而看到整個殺人的過程 而且看到誰才是殺人兇手 寡人又不明白 何解微量不直接告訴我們 那個殺人兇手是誰 而要我們大廢周章 找出那個在窗邊經過目擊證人 會不會是無厭姑娘你故意拖延時間? 大王和我大師姐打倒 要大師姐三天之內破案 若然我們拖延時間 豈不是對自己更加不利? 無論如何,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既然真的有人在窗外的話 他可能會留下一些線索 麻煩大家幫忙查看一下 有什麼發現 無厭姑娘,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大王, 微臣有所發現 大王, 有個破爛的花盆 還有個腳印 這個目擊證人 怎麼會逃得過寡人的髮眼 那邊, 有一塊布帥 大王 大王 照我看, 那個花盆是目擊證人 方章逃走的時候踢爛的 而那個鞋印向著裡面就證明了 他真的看到裡面發生的事情 而這塊布帥很有可能是目擊證人 方章逃離現場的時候 不小心被窗邊勾勒的 這塊布料的花紋很免善 好像是…內侍臣制服 進來 不是, 大王 我穿衣服很難過 三對批 不是… 那就是說 只要我們找到這件爛衣服的主人 就知道誰是目擊證人 迎春這次終於有救了 什麼? 有了, 有了 有了 有發現 快水布和那件爛衣服 無論花紋和布料完全一樣 還有, 切口是完全吻合的 但是為什麼要把這件衣服 丟到這個井上就算了? 一定是這個目擊證人 怕被人發現他的身分 會招致殺身之王 所以他把這件衣服丟到井上 打算銷毀證據 這個人這麼沒膽量? 不過我們至少知道 真的有這個目擊證人的存在 是呀, 如今連唯一的線索都斷了 去哪裡找這個目擊證人出來? 我們明明知道有人目擊凶案發生 但偏偏找不到這個人 難道迎春真的命中注定 會含冤受屈而死? 找不到目擊證人? 那就是說你不能夠在三天之內 破案了 無言無用 沒辦法在限期之內 找到目擊證人, 沒辦法回案了 那就是說不能夠在限期之內 破案了 那你明天日出之時 就要收拾包袱離開皇宮 回到少兒山寨了 大王, 雖然眼前沒有線索 但無言堅信 公理夏宇春確是被冤枉的 求大王多給幾天時間無厭吧 寡人有言在先 身為一國之君 金口一開又豈能夠反口呢? 看你在大王眼中 無厭是否離開皇宮 似乎比一條人命更加重要 大王, 性命有關, 請大王殺屍 寡人做事 什麼時候到你等多家議見? 總之明天日出之事 忠無言, 你就要收拾包袱離開皇宮 孫皇出以反以, 逼走未來娘娘 段木正, 你別以為你身為太子 就可以亂寫無謂 寡人若然出以反以 當日就不會接無言入宮 寡人只不過順手承諾隻 只是區區一個宮女 更何況已經說鴨形罪 再這樣查下去, 根本就是多此一句 大王的想法, 無厭無重過問 不過在無厭眼中 一個宮女跟大王的性命 一樣這麼珍貴 你… 寡人不想跟你有口舌之爭 總之明天之後, 寡人不想再見到你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subscribe